1921年冬,浙江绍兴府,寒雪冬夜,鲁迅家四合院正房内的灯火依然亮着,屋子里的陈设简单干净,卢绍伤着一壶热水,鲁迅坐在书桌前左思右想,他很早之前就说要给阿Q写信,但至今都没想好要怎么下笔。 阿Q是哪里人,姓什么没人知道,有一段时间他是姓赵的,但又不能确定。那天是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远远地就听到锣鼓喧天的暴喜声,村里的人都说除了赵家还能有谁有这能耐。 阿Q从那时候就自诩自己是赵家人,说起辈分来,他比那赵家儿子还要长三倍,大伙见惯了他吹牛,故意启哄怂恿他到赵府道喜,阿Q喝了口酒,心一横,一个人就去了。 当日的赵府可谓是热闹非凡,赵太爷十分高兴,亲自在门口迎接贵宾,刚送走客人就看见阿Q不请自来,还笑领恭喜。 赵太爷气不打一处来,大妈阿Q混蛋还打了他一巴掌,只问他怎么配姓赵,接着又是一巴掌。 阿Q被打蒙了,捂着脸跑出赵府,地宝在身后跟着他,逮着阿Q就向他勒索两百文酒钱。 地宝自己定下的规矩,阿Q每次犯事都要给他钱,阿Q没办法只好给他,等地宝走了之后独自生闷气,嘴里念叨着儿子打老子,转眼一想自己当了老子,也没觉得吃了什么亏。 就释然了,阿Q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但勤劳肯干,给村里的人做短工赚几个钱养活自己。 他没有家,跟一个村里的老人一起住在卫庄的图骨池里。 阿Q进过城,见识多,从精神上不把赵家人放在眼里,几乎是个完人,但他也有缺点,头上有几处赖窗,非常忌讳别人说他赖子。 后来就连亮和光也寄回了起来,别人嘲笑他就一定会追上去报仇,追不到就把气撒到其他人身上。 阿Q主动挑适却打不过,慌忙求饶,但对方已经恼怒,抓着阿Q的头就往墙上撞,还骂他天下第一见火。 阿Q自我洗脑,状元也是天下第一,他这时与状元齐名了。 这就是阿Q,他从没有失败过,每次都会用精神胜利法转败为胜。 晚上,卫庄有戏班子唱大戏,台下有喝酒谈天的,也有聚众赌博的,阿Q也跑来凑热闹。 看见别人赌博赢钱,他也想试试手气,没想到运气爆棚连赢好几手。 庄稼可不是什么善茬,见阿Q赢了他这么多钱不服气,眼神意识让身后的同伙开始闹事,趁机把钱拿走。 阿Q爱了一顿毒打,赌桌上赢的钱也都没了,等他从地上爬起来时,已经到了深夜。 所有人都走光了,地上只有几个铜板。 阿Q走回处处图古词,看字的大叔平时没少单的阿Q,见他脸上有伤,问他怎么了。 阿Q只回答说,我赢钱了。 他坐在床边朝空气笔划两下,就当作是打了别人了,这才宽兴睡下。 阿Q给赵家做短工,这天终是领工钱的日子。 他撞见了在门口看着他笑的吴妈。 吴妈是个寡妇,在赵家做长工。 阿Q私底下撑他小姑霜,在他关了门之后蹭了一口。 他还有一个看不起的人,那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 钱少爷在国外流过穴,辫子早就捡了。 为了融入其他人,回国找了个假辫子做替代。 阿Q最见不得他说话,还穿插几句杨吻,骂他假洋鬼子。 两人擦肩而过,互看不爽。 阿Q突然回头骂他秃驴。 钱少爷举起拐杖就打他的头。 阿Q又吃了一剂哑巴亏,不过转眼也就忘了。 他刚到酒铺,就遇见静修安的小尼姑下山来采购。 于是将今天的气都撒在了小尼姑身上, 还拿小尼姑寻开心,对他动手动脚。 小尼姑在众人的嘲笑中落荒而逃, 临走还不忘骂一句断子绝孙的阿Q。 回到徒古词,阿Q回味起小尼姑的体香, 想起他妈自己的话瞬间清醒, 他得有个女人才行。 夫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阿Q有这个想法,即使是合乎圣经贤传的。 第二天,阿Q被女人的声音叫醒, 开门一看,原来是吴妈叫他去赵府冲迷。 阿Q到了赵府干了一天活儿, 快天黑了,吴妈去夫人房里添灯油, 恰逢夫人再给佣人七审和儿子一副诉苦。 赵太爷躲在门外偷听, 见有人来了又走远了, 这赵太爷想花钱买个小老婆。 夫人以绝食和上吊想必。 其实夫人哪是真的想死, 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她枕头底下的小烧饼不小心掉了出来, 七审去捡,正好看见门外有人。 被招呼进来, 吴妈说要添灯油给阿Q充米用。 夫人堵了气说少充点米, 不然以后也少她这一口。 回到后厨,因为灯油给的少, 吴妈跟阿Q抱怨赵家人小气, 还说起了赵太爷的闲话。 阿Q听了心里也纷纷不平, 赵太爷都要有第二个老婆了, 她自己却一个都没有。 阿Q看着吴妈陷入痴迷, 从椅子上起来叫了吴妈一声, 然后一下子跪在地上说想和她睡觉。 吴妈受到了惊吓, 哭着骂该死的阿Q就跑了出去。 这件事闹到了赵夫人那里, 一哭二闹散上吊的, 要夫人给她做主, 赵夫的女人们连忙安慰她。 赵夫人见赵太爷也在场, 又开始演戏各应赵太爷。 阿Q就在院外看热闹, 完全不当自己是外人。 被家庭看见了追上去要打她, 还骂她王八蛋。 那时候, 只有官府和有钱人家里, 才配用王八蛋骂人。 这让阿Q感到格外害怕, 从此打消了想找女人的念头。 可这事还没算完, 深夜, 地宝提着灯笼来敲门, 说要阿Q给她加倍的酒钱。 其次, 天亮后, 去赵府赔罪, 带一封箱和一堆蜡烛。 阿Q忙解释道, 自己没有碰吴妈, 也不关赵家的事。 地宝家阿Q反驳, 就生气了做事要揍她。 首次大叔上去劝架, 让阿Q认灾算了, 但阿Q身上没有钱, 拿出棉被做抵押。 大叔心疼阿Q被欺负, 就说棉被押给她。 他再替阿Q给了那四百文钱。 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 阿Q从此倾家荡产。 他第二天一大早, 就去赵府磕头赔罪。 出来之后, 周围的女人见了阿Q 都跟见了鬼一样躲着。 原来是阿Q调戏吴妈的事情, 被传了出去。 不单是女人见了他要跑, 就连男人们也不屑待见他。 先前喝酒的铺子老板 不再给他赦账, 装上谁也不愿意找他做短工。 没有工作就赚不到钱, 只有挨饿的份。 阿Q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见到小弟来回忙活, 以为是他抢了自己的活。 两人在照下门口打了起来, 引来路人围观看热闹。 最好不分伯仲, 草草收场。 阿Q撂下狠话后便走了。 之后的日子, 他终日无所事事, 饿得都像从狗嘴下抢吃的。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 来到了山上的静修庵。 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静修庵的后院有蔬菜, 他爬上矮墙潜入进去偷萝卜吃, 被小尼姑看见了。 小尼姑闻声赶来质问阿Q, 为什么偷他的萝卜吃? 阿Q厚着脸皮, 不静不慢地反问老尼姑。 你叫他, 看他答应你不? 老尼姑无语凝掩, 直到小尼姑放狗过来, 恶狠狠的狗叫声吓得阿Q连忙翻墙逃跑。 阿Q走投无路, 绝技出门求逝去了。 但他求的什么东西, 他自己也不知道。 等阿Q再回到卫庄, 是刚过了这年的中秋, 他这次从城里回来, 却忽值得惊艺, 也得到了敬畏。 阿Q像换了一个人, 春风满面, 后背扛着一大包东西, 也不让人看。 阿Q来到之前光顾的酒铺, 特意强调这次给的是现钱。 大伙看见一身崭新的阿Q回来了, 纷纷上前巴结, 以为他赚了大钱。 阿Q心情好, 大手一挥, 包了所有人的酒钱。 大伙围着阿Q问东问西, 说城里抓了个革命党是怎么回事。 阿Q解释道, 革命党要造反, 被白举人举报, 被举报的人就是他的亲侄子。 在城里的时候, 阿Q亲眼看到那个人 被压制宣庭口, 然后咔嚓一声, 人头落地, 阿Q会想起来直呼好看。 听说那白举人 为了二十五两银子 才大意灭清的。 阿Q连忙大声反驳, 说是五十两。 他这么清楚, 是因为他在白举人家里做过工。 喝完酒的阿Q 在土谷子门口摆起了摊卖衣服, 听说不仅便宜质量还好, 装上的女人纹身赶来抢货。 赵夫人也想买几件衣服, 特地让阿Q到府上面谈。 阿Q说他卖完了没有存货, 而且也不可能再有了。 赵家人自然是不高兴的。 在阿Q走了之后, 用人欺审把听来的风言风语 告诉了赵家人, 说阿Q的衣服便宜是便宜, 但来路不明, 很可能是偷来的。 有了点小情的阿Q 当晚喝得很醉, 回到土谷子, 就看到地宝在那等他。 地宝披头盖脸对他一顿臭骂, 质问他卖的衣服是从哪来的。 首次大叔慌忙摆手示意阿Q 不要乱说话, 神志不亲的阿Q哪会注意这些, 坐到地宝旁边, 就将实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他在城里白举人家里做工被赶了出来, 认识了当地几个地痞流氓, 阿Q帮着他们去妇人家里偷东西。 因为阿Q是在外面接应的人, 被发现的时候, 他一着急拿着东西撒腿就跑, 一口气跑出了城, 这才又回到了卫庄。 得知真相的地宝照常索要酒钱, 直到他酒醒之后, 才反映过来自己都干了什么。 他成了小偷的事传遍了卫庄, 又没有人愿意雇佣他做短工了。 阿Q这一度中心的历史就此结束, 又走下末路。 宣统三年9月14日三更四点, 有一艘大乌碰船, 靠上赵太爷的河步头。 当时辛亥革命已经深入人心, 这给卫庄带来了恐慌和不安。 白举人托人把几箱子金银财宝寄存在赵太爷家里, 赵太爷心里清楚, 这时白举人为避开革命党查封, 让赵太爷帮他保管, 深思熟虑后还是答应了。 抱着侥幸心理, 如果革命失败还能做个人情, 要是革命成功了, 那白举人杀过革命党肯定想着逃命, 那这几项东西就成他的了。 革命党进程的事情很快大伙都知道了, 可在他们心里所理解的革命党是反清复明。 传说他们穿着白盔白甲, 替崇祯皇帝戴孝, 阿Q在一旁边听边在心里琢磨, 接着他扬起头颅, 高声宣布他要革命, 要造反。 外人听了都以为阿Q是加入了革命党, 觉得不可置信, 赵太爷在家如坐针毡, 他赶紧让儿子去投奔前少爷参加革命党, 怎么也不可能被阿Q踩在脚底下。 这天晚上, 阿Q在梦里梦见自己身穿白盔白甲, 率领着革命党大闹赵府, 还摇身一变成了使馆。 梦里, 吴妈和小尼姑都来讨好他, 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 一只大黄狗冲出来对着阿Q狂吠, 阿Q就这样被吓醒了。 这边, 赵家少爷跟着前家少爷到了静修庵, 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来尼姑安强行搜刮宝贝, 老尼姑阻碍无能, 眼睁睁看着他们摔烂了龙牌, 还顺走了大明宣德的香炉, 二人携手进城参加自由党, 自诩革命家。 自从做了那个美梦之后, 阿Q就有些茶饭不思, 他很想实现昨夜的梦境, 可是无从下手, 思来想去, 他也来到了静修庵。 老尼姑告知他早就有人来过了, 阿Q只能两手空空地走了。 之后的几天, 卫妆还是原来的老样子, 只是渐渐有男人把辫子扎起来, 阿Q也有模有样地学他们把辫子盘在头顶。 后来, 阿Q又听说真正的革命党是剃光头的, 而且胸前都会别跟银桃子。 阿Q心想, 投靠革命光喊口号不行, 还得巴结革命党。 为了得到银桃子, 阿Q决定去找钱公子。 他正要进去, 却听到屋里在谈事情。 钱公子说, 白举人升了官, 在革命军进城的时候, 白举人捐了一大笔军饷, 顺势就加入了革命党。 另外白举人还心心念念 他寄存在赵府家的几个箱子, 还想要赵府的那几个宣德炉。 赵家人略感为难, 他们都知道这东西拿出去了 肯定就要不回来了。 赵太爷许诺, 过两天一起送过去。 见众人出来, 阿Q整理衣服走上前去, 极尽谄媚地到前少爷身边 屈膝大喊革命。 但他话没说完, 就被赶了出去。 阿Q一气之下就把辫子解开, 决心再也不投革命党了。 谁当革命党谁是儿子? 这构计他厌不下。 晚上又在酒部买醉, 直到打样, 老板把阿Q请走, 他晕晕乎乎地走在回去的路上。 突然, 远处传来几声枪响, 受到惊吓的阿Q瞬间清醒, 看着小弟跑去, 上去打听怎么回事, 原来是赵家被人抢了。 爱看热闹的阿Q偷偷去瞧, 恍惚间看到几个身穿白亏白甲的人 背着箱子离开。 他心里念叨, 革命党明明到了, 怎么也不叫他。 被抢的赵家陷入一片混乱, 白举人的箱子没了, 宣德卢被顺走了, 就连赵夫人自己的钱财也被抢走了。 赵夫人哭得凄惨, 赵他也没法子, 派去城里打听的佣人带回来消息, 说县长的意思是, 只要找到抢劫犯就算被盗, 不然就是赵夫坚守自盗。 另外, 把总大人也说, 只要找到抢劫犯下落, 他们随时抓人, 只是要收二十吊钱做赏格。 赵他也是愿意花钱消灾的, 况且他们有一个县城的小偷, 那就是阿Q。 睡梦中的阿Q被军官五花大绑抓了起来, 被带走之前, 首次大叔把阿Q的棉被和帽子交给他, 阿Q看着大叔安慰时地说, 我会回来的。 在阿Q看来, 人生天地之间, 大约本来就要抓进抓出, 要坐坐大牢的, 于是他也心安理得地在牢里待着, 牢里准时放饭, 阿Q还觉得比土古吃好多了。 这边, 把总大人在催促县长快速给阿Q定罪, 但县长认为阿Q不是煮饭, 再说白举人的东西不在阿Q那里。 把总只顾自己的利益, 他想把阿Q定罪判刑, 结了案子, 他脸上才有光。 县长无可奈何被说服了。 第二天, 阿Q被押送审判, 看到县长不自觉就要下跪, 旁边的人说可以站着, 但他的膝盖直不起来, 最后还是跪着回话。 县长问什么, 他答什么, 阿Q把当晚看见的情形都交代了, 几分钟的功夫, 他们就写好了口供让阿Q签字。 阿Q不识字就在上面画了个圆, 圆画歪了, 看起来就像个倒过来的Q。 在牢房里, 阿Q还在练习怎么画好一个圆。 门外传来玉丽的叫唤声, 打地解, 也就是压犯人的意思, 被带出去的犯人都是被判死刑的。 阿Q不知道他们要带自己去哪里, 狱友就骗他说他要高升了, 是来送他回家的。 阿Q一听自己可以回家, 高兴得不得了, 没想到却被五花大绑, 还灌了一碗酒送他上路。 这时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在球车上被拉去游街的时候, 阿Q又太燃了, 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 难免要游街示众的, 也难免要杀头的吧。 阿Q看到了吴妈忽然感到羞愧, 他想用唱戏掩饰内心的情绪。 人群中也有人起哄让他唱, 但他想不出要唱什么, 高喊了一句,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阿Q被带到刑场, 他抬头一看是鼓轩停口, 不过他没有被砍头, 而是被枪毙了。 阿Q正传是于1981年上映的电影, 该片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 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浙江农村为背景。 通过贫苦落后愚昧的农民阿Q的一生, 揭示了当时贫苦农民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 经济压迫及思想奴役下, 生活上走投无路, 精神上遭受严重摧残的悲惨情景。 最后篇尾说道, 阿Q并不如小尼古索妈的那样段子绝孙。 据考察家门考证说, 阿Q有后代, 而且子孙繁多, 至今不绝。 这是一个讽刺, 不管是过去还是如今, 除了精神胜利法之外, 一无所有。